创作歌手陈启臻出道以来勇于尝试各种可能性 继图文作品和散文之后 这次他出了第一本摄影集 陈启臻四年前到古巴旅行十天 他用底片相机创作 当时古巴还没有跟美国恢复邦交 他还维持着相对纯朴的样貌 陈启臻在清晨的海边看见一个小男孩专注地看着海 那个景象让他大为震撼 而他很崇拜的摄影大师柯席杰 这次也为他站台柯席杰称赞 陈启臻的作品非常纯真 在拍照的时候 你还是能够随时感觉到哈瓦娜的天气 湿度大概超过80度 然后气温永远也是超过38度 一张张半格宽幅照片 保有底片相机特有的质感 歌手陈启臻拍下曾经隔绝在世界之外 古巴首都哈瓦娜 物质上是限制很多的城市 其实很多事情都让我很震撼 但是没有一件事情的震撼度比在清晨五点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男孩在海边很安静地看望着大海 对那像台北一个这么娱乐这么多啊 然后电视啊网路啊就是不管大人小孩都有很多很多消遣 然后很多事情可以让自己分心 我想我也许很难再有机会可以看到那个景象 因为喜欢古巴音乐 陈启臻四年前到古巴旅行十天 每天清晨他给自己的功课就是像海提大刀报道 每次都有不同的收获 我觉得这个封面也会是这本书其实要说的很重要的主题 对就是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可以安定下来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地方 不管你是什么年纪 陈启臻很崇拜的摄影大师高龄八十六岁的柯席杰 特地来现场为他站台 看了最后觉得很可爱 这个小孩很纯净 纯真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对视觉的敏感度 陈启臻说柯喜姐用摄影体会世界的方式 深深影响着他 他也用同样的态度去认识好玩啊 你就是随着你的直觉看 或者是你遇到的人看他带你去哪里 我觉得人生能够完成这样的旅游 而且还把他拍摄下来 就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陈启臻形容这是一场壮游 他用镜头带大家看见一个属于他的哈瓦那